近日美典和巴结都爆出了高速公路起降战机的消息,吸引了大量关注。 报道称,巴基斯坦在其本国高速公路上,成功地实现了坚持战机的起降,巴基斯坦国内欢呼一片,我们也由衷地为巴铁掌握了这一技术感到高兴。 在目前印发局势高度紧张的今天,双方军事机场的一举一动,都被钉得死死的,而能实现高速公路上的战机起降,无以为巴方空军已得了出其不意的机会。 在紧急情况发生时,巴铁也能先发制人,都去主动劝。 巴基斯坦一架尖七批,成功在高速公路上起降机场虽然各项设施更加疲倦,跑道也更长更好,但是万一在遭到打击之时,起降功能受到限制的机场,无意会给空军的作业带来麻烦,甚至会延误战局,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。 事实上在今年的局部冲突中,军用机场和空军基地,都是双方火力重点关照的对象,而印度也在最近展示了本国所装配的反地面跑道炸弹。 这种爆炸威力十足的炸弹爆炸范围广,破坏能力强,一般一枚炸弹,就能阻碍一条军用飞机跑道的正常使用。 现在印度空军已经装配了包括发展的BLU107D朗达尔反跑道炸弹在内的数种特质反跑道炸弹,而其中BLU107D朗达尔炸弹,虽然仅有200千克重,但是可以制造出一个直径足足有2.7米的大坑,对机场跑道的威胁极大。 美军的一架F111携带的B,LU107D朗达尔反跑道炸弹桥的试验度刚还没得色几天,巴基斯坦的幻影副武和尖七皮等战机,就完成了高速公路的起降事业,也成为掌握该项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。 无独有偶,瑞典空军在近日也公布了一段本国的JAS-39战机,在高速公路上起降的视频,作为少数拥有完整军空体系的国家,瑞典的军事技术,也经常走在很多国家前面。 看了这些战机帅气的降落在高速公路上的视频后,很多网友也不经发问,我们国家有这项技术吗? 瑞典空军的JAS-39是战机,在公路上起飞首先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,公路上要进行战机起降,无疑是要满足一些条件的,如道路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,比如路基厚度要足够,不能是软机道路,宽度要足够并且周围环境不能有横峰,不能有电线广告牌,也不能在地形崎岖地带等。 而事实上,这种路在我们国家是有很多的,而且,我们早就已经做到了。 中国空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,就已经成功实现了公路起降占进中国的高速长度超过15万公里,欧洲所有国家的高速长度加起来也没我们长。 且在最近几年,我们预发重视高速公路的建设质量,早在上世纪,我们又已经在东北的省大高速上,实现了一二十四和间七的成功起降,目前这项技术在中国已经成熟,所以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基本操作,十几万公里的高速中, 甚至有很多都是按照红军设计院的设计标准建造的,具备降落重型战机的高速路。 2017年,我军成功在河南的正年高速上,实现战机起降目前英美法中日俄等世界主要。 国家都具备高速公路上起降战机的能力,这不仅是对飞行员技术的超高要求,也是对一国高速设施基建质量的考验,谦虚的说,这并不值得骄傲,这是我们身为大国应该有的技术。 历任国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